在現在夏日炎炎的時候 你仔細聽喔 會聽到什麼呢 會聽到呱呱呱的青蛙叫聲 但是有些青蛙 你千萬不能招惹喔 因為這些青蛙身上帶了劇毒呢 華蓋 好漂亮的青蛙 但是 但是 青蛙王子好可愛喔 可是白雪公主不能親他 為什麼 親他馬上就斃命了 為什麼 大家看 這麼漂亮 這麼可愛的青蛙 像不像一台黃色的什麼 寶石結 對不對 對不起 很美 對不起 很美 全世界它的毒性排名十名之內 研究說 這麼毒喔 這麼毒 它一隻一隻 它只有多大 我們現在看起來 它只有五公分長而已 就這麼一點點大 就五公分 就五公分長 它的劑量可以毒死十個成年人 大家來看這個畫面上 多麼的美麗 而且沒有經過任何修片 大家看它的眼睛 它的膚色 以及它移動的型態 你可以想想到 它顏色這麼的鮮豔 這麼的漂亮 代表什麼 代表毒性越強 它一次可以毒死十個成年人 等一下 你說一隻青蛙 可以毒死十個成年人 可以毒死十個成年人 這麼毒的青蛙 這麼毒的青蛙 為什麼 它主要是用了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黃色的皮膚 只是一種障眼法 它最致命的是什麼 生物鹼毒液 這是一種生物鹼毒液 它的功能在阻斷神經之間的傳遞 不僅是人類或者是牛 或者是各種大型哺乳動物 它都會阻斷神經的傳遞 會造成什麼 造成肌肉的痙攣 抽搐 到最後導致血液 送不到心臟 怎麼樣 心臟衰竭而亡 而且 大家看這個青蛙 有一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對 我幫各位觀眾 唤起大家的記憶 在阿波卡大獵陶 有沒有 梅爾吉伯遜導演的那部電影裡面 還記不記得 男主角在死裡逃生的時候 抓了一隻 就是這種精毒標蛙 然後他把箭頭 也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 就是說 南美土著用的箭頭 在他的背上 沾到他的身上的汁液 用刮的 用刮的 輕輕的刮 並不會傷害到精毒標蛙 然而 他刮下來的毒液 所以如果拿起來 這個箭頭射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個人馬上一命呜呼 而且更神奇的是 精毒標蛙的毒性 如果今天我用箭頭 或者一張面紙 在上面刮啊刮 放在那邊 你知道可以撐多久嗎 撐多久 兩年毒性都不會退 你說那個上面的 兩年毒性都不會退掉 兩年都不會退 對 就是說他不會因為代謝 或是因為什麼 因為蒸發 或是因為空氣 或是因為氣候 不會 就是說他的毒性 可以一直存留在你想使用的武器上面 所以 阿波卡大獵陶裡面的電影的清潔 是真的有所本的 精毒標蛙 還真的是一種非常毒的青蛙 你如果看到青蛙的時候 要小心喔 顏色越漂亮 可能他就帶有毒性了 但是海裡面有一種生物 他現在開始跟什麼 跟漁民搶漁獲了 什麼樣的生物 他開始跟漁民搶漁獲 立剛我們不常講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對不對 對 錯 什麼對 我告訴你 有一個人會跟你講錯 為什麼 午餐本來就可以白吃 就他 他會告訴你 說我就要白吃怎麼樣 他是金沙 你看看 人家把魚捕來了 他就把網子咬破 然後開始什麼 吸啊 吸啊 把裡面的魚給吸走 就天下有白吃的午餐 真的把魚貨就這樣 一口一口 他一次吸起來量還不少 吸也不少對不對 對 你覺得他大概吸到多少 他就會覺得說 好啦 我這麼投機 意思意思就好 我告訴你 吸光 他就是把它吸 他把它吸光 他才會走 毫不客氣 你知道嗎 如果你把它想像成是個 那個什麼 我們講那種肉醬有沒有 他就這樣一直吸一直吸 好像一個牙膏一樣 我就一直吸一直吸 太空食物咧我 對不對 好 你看 我們已經講了快一分鐘了吧 他還沒吸完 當然啊 為什麼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為什麼不好好地把它 給吃光呢 這史上最投機的魚啊 我們叫他 叫金沙 對 那當然呢 你會講說 那人類一定很痛恨他對不對 不 人類說啊 這種金沙 只要由到他們這邊來的話 會帶來好運 所以你要咬就咬吧 就讓你咬吧 我們就讓你吸吧 你吸到你開心為止 我們也無所謂 不過 金沙看起來是不錯 但是現在我圖卡上這個 失蹤水母 就沒那麼簡單了 你看 失蹤水母 長得像這個獅子的棕毛一樣 對 失蹤嘛 你碰到他 你就變失蹤人口 這麼恐怖喔 不開你玩笑 他是史上最大的水母 也很毒 你看喔 他喔 在兩年前入侵了英國海岸 就這樣 在海底下看起來 哇好美喔 很美 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對不對 憂哉 憂哉的在油 兩公尺多耶 2.4公尺喔 史上最大的水母喔 為什麼我說 失蹤水母 可能會讓靠近他的獵物都失蹤呢 因為他有毒 這個毒 這個毒喔 他一旦刺到你這個獵物身上的時候 他可以讓你的肌肉麻痺 讓你窒息 讓你心臟病發作 所以你可能不會馬上死 你會昏 那昏了之後 是不是就被海給沖走了 所以我說你會變失蹤人口嗎 這樣子 對 這一點都沒幹你 但是除了英國附近 這個失蹤水母之外 在日本 也出現了一種水母 叫做月前水母 早在四年前他就入侵日本了喔 他們一樣是有毒 所以他以前不在日本附近海域 而且是最近才入侵日本海域 對 四年前入侵喔 他們也是有毒的 成群結隊喔 那兩公尺 雖然比剛剛的失蹤水母小一點點 但也是很大 所以你看也是一隻最大水母之一 它 你看看 它下面的那個觸角多多啊 你知道這樣的一隻月前水母 可以重達幾公斤嗎 220公斤喔 真的喔 你看喔 這個如果不小心游到你家的話 你家都不用什麼 都不用吸塵器了啦 那一掃過你家就被那個觸角這麼多 把你家掃得乾乾淨淨的 那我跟各位說 人在他旁邊你看 人在他旁邊好像跟他 看起來好像相親相愛對不對 其實他也很投機 你知道嗎 他如果看到有人類捕到這個魚 然後這個魚網呢 他會故意去把它給壓迫 撕裂 不管是撕裂或壓迫 他的目的也是只有一個 也是把那些魚拿來撿現成 拿來通通給吃掉 這麼聰明喔 對 其實我們知道之前國安有講過 現在有很多的水母已經開始泛濫了 他們會出現在很多國家的海域 海邊 然後乍看之下是一個美景 尤其是晚上之後看起來非常漂亮 可是呢 它會造成附近捕魚的這些漁民 或者是所謂的潛水客 或者是細水的這些人 會被這些水母傷害到 比方說呢 它可能會咬到你 釋放毒素 或者電到你 或者呢 破壞了整個海洋生態 所以水母看起來漂亮 看起來呢